再來來看的是電動電 一對這六七十歲的老婆 平常是靠著白鴨在過的生活 但是其中這位老太太 她是有嚴重的湯流杯 在最近是將腳趕來切掉 老婆也卻是活著白鴨來做行李 生活是和你困境 在電動派出所的環境 她知道了是主動來關懷 和發動國界來跟她關心 電動電動派出所的環境 是結合後 競遊沾以及主神團體 再會帶來為文憑 這人人怕這支市區裡面走著來 也想發現了傳統的這個 三合一的這個故事 裡面就是帶到六七十歲的這幾對老婆 其中這位老太太 在最近腳是跌倒去 行動不便 當老生心我就照顧這家 也沒辦法拜託做行李 電動派出所是謝謝 帶來了關懷 讓這老老婆相當感動 那各位鄉親 那大家好 今天那個田中派出所 那個結合我們田中辭新會 那個許 許會長 及那個辭新會成員 來我們這邊東路 東路里這邊 來關懷那個陳先生 因為陳先生他 那長期以擺設堂內為謀生 他生活很困苦 現在加上他老婆 因為堂內要病 要截肢 頓時現在生活 要照顧他老婆 我要去工作 所以說他現在家裡非常困苦 希望各位社會上的善行人士 如果說有看到的話 希望大家盡一份心力 來幫助那個陳先生 來度過這個難關 也在此呼籲 在這個歲末年春的季節 大家能夠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讓社會上這些弱勢團體 能夠過一個好年 陳先生兩個老婆 是家境非常艷苦 因為我們主席 平常都在關心 還有二長 跟二長很關心 常常來關心這幾歲 陳先生他們在 他媽媽又很嚴重 希望消息人士 幫忙幫忙 如果要去找二長 跟我們拋鎖 我們主席的來幫助就好 陳先生是我來的利民 因為我來 其實在田中 比較富裕的地方 比較繁榮的地方 剛才只有這項 比較特殊 所以等一天 我找一個 我就一直在關心他 最近 剛才剛才他們太太截肢 所以說 生活上 沒有辦法去這項 還有 所以我通過很多的關係 跟我們主席 和其他很多主席單位 有來幫忙 當然 這個幫忙 在這個年末的時候 我也希望說 神聖人士可以的話 可以的話 可以提供 大家讓他過一個 更溫暖的過年 田中主審主神社會 是由這會長 康中政代表地政委問金 希望幫助這對老娘母 可以度過一個好年 另外 田中派出所所女 當搖賓 還有 當老理長 甘婚娘 都會有社會神聖團體 可以謝謝 趁英主管處幫助這對老娘母 度過難關 中央西新聞小漢館 電中報導 在這裏 在這裏 中央西新聞小漢館